馮雨中員工撐傘排隊 棚架內急爆輪流脫口罩快篩 上班第一站不是打卡 而是先來領試計 桃園大潭電廠爆發工錢群聚 已累計五十二人確診 要求所有員工包商施工人員 在內數百人全面普篩 工作區域及動線分開 加上確診人員以泰國籍移工占多數 團進團出集中住宿舍 平時沒有太多接觸 現在有三個工區 確診的他在比較外面的 這個排水口的興建的工程 所以對供電沒有影響 對相關的這個興建的 電廠的工程也沒有影響 今天有沒有有沒有在增加 因為他除了移工之外 他有部分的是本國的工人 那因為本國是在家 在社區裡面 所以想像上是會增加的可能性是有的 台電回應已經加強管制 採分艙分流作業 確保發電運轉不受影響 擴大匡列篩減 一邊追源頭 一邊防堵擴散 我們就是來討論一下疫情處理嘛 就是說現在還在發展當中 衣服會執行長王必勝以下車 匆匆忙忙趕上樓 因為基隆疫情不斷升溫 如今甚至傳到校園 基隆海洋大學校方 證實師生傳出確診 海洋大學內空蕩蕩 只有少數車子和學生走動 校方趕緊通知師生不要到校 所有課程全都改為線上 不過受到波及的校園 還不止這 桃園某間國小大牌長龍 一早家長帶著小孩到校快篩 原來大潭電腸染疫案 當中有婦女染疫 小孩讀的國小 校方漏夜通知四百名師生 緊急公告停課十天 大潭電腸案影響到的 還有新竹的學校 校門口沒什麼人 只有少數家長帶小孩 新竹縣竹北和新豐 兩所國小兩個班級 還有課後照顧班跟幼兒園 以及兩間補習班 通通預防性停課一天 發生在這個週末 所以表示這幾天都沒有接觸 新竹原白也因為確診者 足跡曾到訪過 也立刻封閉關門消毒 我們看前面如果有框花 我就往前 篩檢站不到七點 就湧入大批人潮 臺東縣二七號 暴增六例本土確診者 都住在非難地區 不只篩檢站 擠滿人一旁國小裡面 消毒人員右手上下擺動 仔細逐一沿門窗消毒 環保局派出人車消毒 二十八號臺東一所小學 還有國中宣布停課一天 全台多地疫情拉 警報面對疫情再度 反撲全民顯然不敢大意